这个一百页 在一百页 一百页 那他写到的 上一章 就是上一章 就是咱们原书的第三章 上一章解方程 是怎么解的呀 从兴事写通解 现在是干什么呀 现在是先取基础解析 再写通解 所以咱们以后都是这样来干 先去取基础解析 再去写通解 所以你把原书七十二页 立十这个题 他的解法看一下 然后呢再把什么呢 再翻到九十九页 翻到九十九页的立十二 请大家把立十二独自做一下 仿照咱们屏幕的这个方法 把九十九页立十二 按照标准的这三步 把这个解解一下 看看你做的答案 与书上一不一致呀 所以就这样 先画航阶梯定制算NJIA 再去找自由变量 然后由下往上解方程 就说完了 一个标准的程序 好这是咱们说的的例 然后再来看 丽亚这个题 丽亚这个题呢 是教材的一个习题 咱们翻一下 教材那叫习题 翻到这个第三章 习题 这个是第四章的习题 翻到教材的第四 第习题四 习题四 解方程 翻到一百一十二页 一百一十二页 第二十一题 有三问 咱们取第三问来看 你当然可以把第一问 第二问做一下了呀 求旗子方程组 NX1 N-1 X2 加加加2 XN-1 再加一个等于0 这个方程看起来很简单 就一个方程啊 那你想一个方程 多少个位置数 那N个位置数呀 显然有无重多个解呀 好 来再来熟悉一下 那这种方程 考过那么一次 但我们同学反而不会解了 越简单又不会了 咱们试一下 那么这个A就是谁呀 这个A就是写出来 那是不是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叫 第一行 是不是因为这是N-1呀 这是N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N-1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是N-2 其实应该是 再往一直后写 这是2 这是1 下面都是谁呀 这都是0啊 你说是不是呀 这都是0啊 都没有了呀 最后一行呢 是不是也是0啊 都是0 它就一个方程 所以你也不用换了 这就是什么呀 这已经就是什么了呀 行阶梯啊 已经就构成了行阶梯 好 这已经是行阶梯 那看质呀 所以来质 A的质等于几呀 就一行不为0啊 等于1 那则检查谁 N-RA等于几 那么N多少呀 那N就是位置数的个数呀 那就是N个位置数呀 算是N-1 它等于N-1 这个N-1 是不是告诉大家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啊 第一 应该找几个解呀 是不是应该找 N-1个解 去表示什么呀 表示所有的解 表示这无穷多个解呀 第二个含义呢 是不是说 应该取几个自由变量呢 是不是取N-1个X 做自由变量呢 N-1个自由变量呢 所以这两个含义 好 往下来找自由变量 自由变量怎么找 是不是先找主源呀 每行左起第一个非0的元素 所代表的位置数叫什么 叫主源呀 是不是这个 它代表的是主源呀 X的几呀 X的1呀 所以这个题X1是自主源 那么谁取自由变量呢 是不是剩下的都是自由变量呢 所以且我们就取X2X3 一路往下写 XN做自由变量 N-1个呀 好 做自由变量 那么咱们知道 两个自由变量 负0110 如果这三个自由变量 就是100 010 001 拼成一个三件单位置 那你N-1个自由变量 怎么负呀 好 那看 那是不是说 从这开始 X2取1 后面都是0啊 这些都是0 好 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X2取0 这都取个1 这下面都是0 一直往下 最后一个是谁呀 是不是 这些都是0 唯一都最后一个是个1呀 好了 这不就是把自由变量 选好了吗 然后是不是再算X的1呀 那大家看 那这什么意思呀 这个地方是不是 你看 如果说X2取1 X2取1后面都是0 X2取个1 后面都是0的话 你说X1是谁呀 那你看 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把X2换成1 这换成1 后面都换成0 0 那是不是都没有了呀 所以X1等于几呀 X1 是不是应该是等于 这个叫 1-N 就是他俩相加等于0嘛 N倍的他加他等于0 所以应该是 什么1-N 再除个谁呀 是不是再除个A呀 这样把它清完了 通理 如果是这个地方有个1 那就应该有个谁呀 有个N-2呀 所以这谁呀 应该是2-N 再除个谁呀 再除个N 最后一个呢 是不是应该是1 除个N呀 X1嘛 如果这个地方是个1 那不是这个 应该是-1除一个N 应该是-1除个N嘛 你想最后一个 说前面这地方都是0 这能取个1 这是1 这都是0 那不是AX1加1等于0吗 所以是负到N分之1 好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谁呀 就是咱们找到了这 N-1个解 是不是能表示 所有的解呀 那你看 这个地方其实有分母 我们呢 有的时候不喜欢分母 那怎么办呢 可以这样来讲 咱们讲过它的性质 如果它是解 给它乘个常数呢 α是解 是不是Kα也是解呀 有那个性质呀 咱们讲呢 所以想呢 这能乘个谁呀 把分母消掉了呀 乘个N呀 所以这能乘个N的话 是不是这个分母没有了呀 所以写了1-N 然后这是N 下面都是0了呀 这能乘个N就是谁了呀 2-N 是不是0 我还想是N000啊 同理这能乘个N呢 是不是-1 然后是谁呀 000下面是个N呀 所以这个规律呀 所以你既可以写着 带这个分母的 也可以不带分母 刚才那个题 咱们这个题也可以呀 你看立1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谁呀 第二个解 是不是有个分数 叫三分之五 负的三分之四呀 它自己是解 乘个常数也是解呀 所以可以乘个谁呀 乘个3 写成5-403呀 所以这也是解 就看你这个地方呢 就是保不保留分母呀 你不保留分母 那就是乘一下 把这个分母给它消掉吧 这样说 好 这是咱们回答的这个结果 回答的它 这是咱们这个题的答案 乘分母 就是这个地方 乘个N乘个N乘个N 把分母下来就行了 好 那你看 是不是还是三个环节呀 第一 初等行变换 第二 算质 算N-AE 第三 取自由变量 第四 由下往上解方程 自由变量 负值 分别负 1000这个地方 还有01000 最后 000最后是个1 然后再去解这个X1呀 解这个X1呀 解这个X1呀 大家都解出来了 那就做完了吧 好 这是咱们说的例样 那么再往下来看一道题 看这个题 例三 写出一个以 X等于C12-310 和C2-2401 为通解的其次性应方程组 那你看这个题 是不是跟前面的利利亚 有事反过来呀 利利亚是说给方程 让大家求通解 这个题是给通解 让大家反而写谁呢 写这个方程 这个是咱们教材上79页 79页的第15个习题 别有代表性 那么这个题呢 到了第四章 习题四又考了一次 所以你可以翻到习题四 习题四 翻一下 翻到这个 翻到112页 112页的第23题 跟这个题完全一样 112页的第23题是这样写的呀 他说求一个旗字方程组 求一个旗字方程组 使得它的基础解析 是谁呢 是可三一等于0123 0123 和谁呢 和可三二等于 三二一零 好大家想 基础解析跟通解 唯一的差别 是不是就是一个写成 常数相加的形式呀 那我们这个例三 是不是这就是基础解析呀 这是可三一可三二 是不是这两个解放一体 就是基础解析呀 那你看完全一样啊 这两个题都是这样 以知它的基础解析 或者说知道它的通解 来把我们反过来写这个方程 那怎么办 这种题的思路是什么 咱们来做一下看 大家看 解 那大家想 这点有几个解呀 这个地方是一个解 是不是这个点也是一个解呀 或者说有几个常数 是不是有两个常数呀 它有两个常数 是不是认为 这个点N-A是几呀 N-A 是不是代表了 用多少个解 表示无穷多个解呀 这里用几个呀 用两个解呀 所以它应该等于几呀 它应该等于2 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它等于2 并且N是多少呀 N是位置数的个数呀 这不是X1 X2 X3 X4 所以是四个位置数 那所以导出谁呀 导出A的质应该等于几呀 应该等于2 好 A的知识 这一点还先找着了 那么大家再想 是不是说A 我给它叫个叫可塞1 它叫可塞2 那你们是通解 是不是你们两个也是解呀 所以A乘上可塞1 是不是就等于0啊 通理A乘上可塞2呢 是不是也等于0啊 也几怎么写呢 我写成A倍的可塞1 可塞放一起 是不是还是0啊 那乘进来 是不是A可塞1 A可塞2 A可塞1是0 A可塞2也是0啊 所以统一进成0呀 好 我想求A 那怎么办呢 这样来一下 我在这个式的两端取个转制 得到什么呢 得到可塞1 可塞2的转制 再称谁呢 乘A的转制 0的转制还是0啊 这不是这样写了呀 两面取转制 那这样写有什么用呢 咱们来想 前面咱们讲这个质的时候呢 有这个公式 A乘B M乘N N乘S A乘B等于0 咱们知道 是否能知道A的质 加上B的质 它小于等于N呀 这个A 是不是A的列 B的横啊 这是咱们前面B的公式呀 质的公式 但是A乘B等于0 除了这个质的公式 还得要混一个思路 干什么呢 就是用方程组的解的观点来看 怎么办 大家把这个B呀 给它分块 咱们修个分块举阵呀 大家把这个B举阵 按照什么呢 按照列分块 它有多少列呀 是不A和S列呀 好了 我把毕竟的第一列 给个代号叫α1 第二列叫α2 第S列叫αS 是不是它也等于0啊 好 也挤什么呀 也挤Aα1等于0 Aα2等于0 还有谁呢 AαS等于0 好 这样写的话 是不你把这些α1 α2 α2 αS 如果是做x取α1 x取α2 x取α2 x取αS 是不是相当于 这些α都是什么呀 都是我其次方程组的解呀 是不是意思呀 所以那些这些α1 所以这些α1 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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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解 而α是谁呀 α是不是这个B的每一列呀 所以得出B的列 B的每一列 是我其次方程组的解 所以这个地方以后也是经常用的 所以大家凡是碰到A乘B等于0 马上反映两个规律 第一 A的字加B的字小A等于A 第二 这个B的每一列都是我其次方程组的解 为什么 分块的原理呀 那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如果把前面这个地方读成A 他看这个举阵呀 读成A 这个地方呢 读成B的话 是不是出现了A乘B等于0啊 那么按照这个规律 是不是这个B也就是它 也就是A的转制的每一列 是什么呀 是不是它的每一列 都是我方程组的解呀 你的每一列都是解 那反过来怎么说 是不是这个方程组的解 可以作为什么 作为它的列呀 是不是个道理呀 就这个推过来的呀 咱们看了 这个方程组是谁呀 所以也就推出什么 也就推出A的转制的列 是什么呢 是这个方程组 叫可三一可三二的转制 X等于0 是这个方程组的解呀 那这句话反过来 是不是我的解 也可以作为什么呀 作为你的列呀 所以为了求这个A是谁 我就去解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组的解 它的解作为A的转制的第一列 再作为第二列 A的转制知道了 那再去转制一下 不是得到A了吗 所以是不是最终 又画到了求这个方程组的解 这件事情上啊 这个方程组是谁呀 可三一知道呀 那你再怎么把它写出来 那么可三一 是谁呀 可三一是2 负三 是不是一零啊 然后呢 可三二呢 是不是负二 然后是四 四零一呀 零一 别忘了干什么呢 这它得加个转制呢 加个转制 所以最终 这个系数矩阵是谁呀 所以我把它参一下 所以这个最终的系数矩阵 我翻下一页 最终的系数矩阵 就是这个方程组 叫可三一可三二的转制 X等于0 转化为求这个方程组的解呀 求它的解 它的解干什么呀 它的解作为A的转制的列呀 你作为A的转制的列 也就是做什么呀 也就是做A的行啊 是不是个道理呀 做A的行 哎 做A的行了 那咱们看 可三一是谁呢 可三二负三 一零 我们知道 可三一是等于二负三 然后是一零 加个转制 可三一二是谁呢 可三一二是这个 负二四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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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看 这个方程组系数矩阵是谁呀 那系数矩阵把它写出来 那么可三一 可三二 再取转制 那就变成谁了呢 是不是这个就直接写着行了呀 那就是 二负三 一零 然后是负二 四零一 哎 写成它了 是不是对它进行初等行变换 换成什么呀 换成行阶梯 很容易换呀 比如第一个保留呀 二负三 二负三 一零 然后这能选成谁呢 相加 也就是零 然后是一 一一 哎 这不就是行阶梯了吗 所以行阶梯找完了 算谁呀 这不就回到第一例二了吗 算质 所以把它记为A吧 那么A的质就等于两 是不是两行不得零啊 等于二 那么N-A呢 几个位置数 是不是四个位置数呀 X的1 X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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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呀 那就是4-2等于2 这个2 是不是回答了两个事情啊 是不是这个方程组 可以找两个解 表示所有的解呀 而且应该取几个自由变量啊 是不是取两个自由变量啊 那咱们看 自由变量取谁啊 来找主员 那么第一行 是不是正量不为零 代表着X的1 这个第二行 它不为零 代表着X的3 所以取谁啊 取X的3 X的4 做自由变量啊 哎 做自由变量 好 它做自由变量的话 两个自由变量怎么复值呀 X的3 X的4 两个自由变量 咱们想 好 两个自由变量 是不是负 10和01呀 然后 是不是由下 往上去解这个方程啊 好 来看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的含义 是不是 0X1加X2加X3加X等于零啊 那就想 这一行的意思就是 相当于说 也挤 X2加X3加X4 那要等于零 上面这一行的意思是谁啊 2X1减3X2再加X3等于零啊 它是这个意思呀 好了 那你想 如果X3取1 X4取0的话 那这个呢就是谁了呀 啊 这是I 看这个地方 由下往上去解 先看它呀 好 如果3取1 4取0 3取1 4取0 那2取多少呀 那2名也取负1了呀 2取负1 2取负1 再看这个地方 再看最后这个方程啊 好 那大家再来审查一下 好 如果2取了负1 3又取了1 它跟4没有关系呀 没有关系的话 那你们看1取多少呀 是不是2X1应该是加3呀 真的加个3 加3再加1 那就是加4 所以剩个多少呀 剩个负2嘛 这样不就对了吗 负2乘以2得4嘛 负4 负4加个3 再加个1是刚好是0嘛 所以这两个不就解到了吗 X1和X2 同理再看这两个 如果X3取0 X4取1 这是0 这是1呢 X2呢 是不是还是负1呀 它还是负1 那同样 如果X2是负1的话 好 X2是负1 X3是0啊 所以是2X1加3 等于0 所以X1呢 是不是负的2分之3呀 这样不就解完了吗 好 解完了 但这个地方有个分母 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分母 乘过来嘛 乘个谁呀 那来个负2嘛 来个负2倍也行啊 也就是谁呀 负2乘进来 就取成谁了呀 是不是这个负2不要了 然后这个变成正了 这个分母没有了 这就变成谁了呀 变成正了 来个谁呀 来个正2了 这个变成谁了呀 变成负2了呀 所以这就写成了 负2负1 10 然后是3 2 0 负2 是不是 这两个作为什么呀 是不是作为A的行啊 所以这个A可以取多少了呀 A的第一行 就是这个数呀 可以写成负2 负1 然后是10 第二行呢 是不是写成这个3 3 然后是2 然后是0 然后是负2呀 所以A做出来了 当然这个A是不为1的哈 A的值不为1啊 就看你怎么取嘛 你这个可以随便乘个倍数呀 你乘个倍数的话 得到的A也是他呀 啊 这是咱们谈到的 怎么去求这个 就是已知他的解 已知是他的解了 那我应该怎么去求 他的这个方程组 就按这个规律看 在那边用到谁呢 用到这个A乘B等于0这个规律 看就这个地方看 这也要写的 A乘B等于0 想到这个B的列 是什么呢 是这个方程组的解 或者说 这个方程组的解 可以作为B的列呀 所以要想求B 那就是转化为求方程组的解 那就解方程了呀 所以列三是把列伊利亚 反过来写的哈 反过来 好这样吧 咱们就通过这三个题 正着来和反着来 把这个解方程 咱们就全部结束了 当然咱们代理学上 并不是这样做的哈 代理学上是把它硬解出来的哈 所以建议大家 代理学上这个第三章 是硬解出来的 代理学的第四章 就是刚才那个习题 就是他那个习题的做法呢 就是防我们这样做的 用这个原则来哈 所以以后大家记住 碰到这种题 已经知道通解了 怎么反过来求这个方程啊 就按照这个四章来 把它并在一起 取转至 被AB等于0 它乘达等于0 所以它的列是解 那反过来 它的解就是它的列呀 它是通的呀 它的解就是列 它的列就是解嘛 所以往下来 转变成 求这个方程组的解 它的解就做为什么呀 它的解就作为它的行呀 是作为A的转至的列嘛 转至的列 那不就是它本身的行吗 所以第一个解做第一行 第二个解做第二行 所以说完了 这样来谈 好 这是咱们谈到的 第一个方程组 叫棋子方程组吧 那么负习棋子方程组 主要是一 一定要找清楚 它有没有无穷多个解 第二 如果有无穷多个解了 我应该找多少个解 去表示这无穷多个解 找多少个呀 找N-A一个 第三 怎么找这些解 是不是要取自由变量啊 怎么取自由变量 谁的自由变量啊 是不是这一套东西啊 好吧 咱们棋子方程组的复习 就到此结束 简单休息一下 再去谈下面的 非棋子方程组的复习 然后再来 点凶去 游点